我們高雄市目前還是有很多重工業 那分布在各個角落 那五噸以上這個機上級的天車 其實氣球的能力還蠻高的 所以這一次我們特別配合 我們金屬工業研發中心 那來辦理這樣一個訓練班 那這樣一個訓練班 其實只要我們的學員 能考得上我們這樣的一個證照 基本上出去就業都不是問題 而且這個行業裡面的薪資 跟一般的服務業行業薪資是更高的 所以我們蠻期待透過這樣的一個企業 跟我們金屬中心 跟我們政府公務員這邊三方的一個合作 那可以創造更多的一個 因為有這樣一個這個實務的訓練機會 讓他可以到產業界去發揮所長 那也期待透過這樣的一個訓練 讓我們勞工學到技能專場以後 那可以很快的去 很快的順利進入我們的一個職場 那你要不要講一下 來 先大家 我們合作的這個感覺是 剛剛高雄市政委合作的感覺 我在這邊代表這些同學 來謝謝高雄市政委訓練主任 陳主任 給這些同學他們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來參加這個訓練 那我們也從這些同學過往的經歷裡面 得到說這樣的機會 對他們來講是非常的重要 那有同學很感謝我們 讓他好像覺得他的人生可以重新開始 所以呢 我在這裡特別代表這些同學 來謝謝陳主任 謝謝你們 謝謝 那像他們現在操作這個 跟一般外面的機器有沒有一樣 如果我們去職場上的機器 跟這個會不會一樣 要不要在銜接訓練 我們這一個要看那個職場上 他們的一個機器的一個大小 那一般外面房間看到的 有些是比我們這個還小型的 那我們現在在操作的是五噸的 那在銜接上 基本上他如果回到他的職場上 基本上操作上絕對都沒有問題 那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 去適應他那個環境 跟工作場所的角度 那我們在我們這裡訓練完之後 基本上他們取到技術式證 都不會有問題 所以從他的證照到外面去操作 都OK的 剛剛你們在操作上是一個 無立體性的 全方位的又斜線的又上下 這樣 這個是難度很高 這個是那個 保安委會員 那個標準的一個 檢定的一個規範的一個場地 所以它是一個立體空間的設計 沒有錯 沒有錯 是 重量什麼 他們是 之前要算好 還是下面的人算好再給他們掉 在這邊我們是標準以五百公斤 來當為那個吊聲的一個賀重 但是呢 他們平常呢 要接受那一個 所謂的賀重判斷的一個訓練 會在另外一個場地 然後去模擬 目前的賀重是多少 去計算出來 然後決定他的吊聲的能力這樣子 好 他們這個執照 另外再考還是什麼 我想 根據我們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 這種掉重的部分 必須要先去訓練 訓練完以後取得證照 那才可以來操作這些設備 那事實上這樣的一個設備 其實在我們高雄市的 不管是在鋼鐵業啦 或是造船業啦 或是擴建業 其實這樣的人力需求是有的 差別就在於說 可能我們這邊訓練出來的人力 他本身食物訓練的部分 是比較不足啦 如果說 呃 再花一點時間到業績去訓練 其實就可以去 來做這樣的一個吊掛作業 那當然吊掛作業這個部分 一定要他有能力去判斷 這個重量大概是幾公斤 那因為現在機上型的部分 或是我們這種吊掛作業 其實他 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 他是有不同的一個要求 比如說三噸以上 三噸跟五噸 當然他會有不同的一個要求啦 不過基本上 如果可以操作到五噸的這個設備 那我想他在 在職場期應該在操作上 都不是問題 因為其實那個原理原則 都是一樣的 那當然 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訓練 最主要是說 考慮到吊掛作業的安全 包含附近的 這個都要做輕功 就有相關的勞工安全衛生規定 在裡面 那我相信這樣一個訓練 我們金屬中心也都有帶給我們的 我們的這些學院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所以現在就等他們正照搞出來了 我想就可以直接到進入我們職場去作業了 那未來我們有規劃跟金屬中心 可以多方面的合作嗎 因為我覺得他們有很多 我們該來合作的部分 好那我想其實我們金屬中 金屬中心這邊其實有很多的設備 那可以跟我們訓練救援中心去做合作 譬如說我們這邊還有堆高機 那其實堆高機其實在我們的一般的工廠的作業場所 其實也是很有需求的 為什麼你挖三片出來後 一定他一定要做儲藏 儲藏的這個作業 那這些設備大概不可能用人去搬 一定是用堆高機 那這些堆高機當然你要透過我們的訓練 訓練完以後你要取得這樣的一個證照 那這樣才可以去做相關的一個機器設備的一個操作 那我想金屬中心這邊也有這些設備 我想都是未來我們可以合作的這個單位 那包含就是說像這樣的一個天車 那也不一定是只有訓練五噸 也許三噸我們也可以來訓練 就看我們實際上我們的這個工廠 或是我們這些公司裡面他的需求 我們會適度來開不同的一個斑北 那當然也謝謝金屬中心 他有這樣的設備可以讓我們來充分的應用 謝謝 目前他們需要具備什麼條件才可以來參加 或者男生你有沒有固定的或者是限制 那我想其實重機械設備的操作 重點是在你的實務經驗跟你一樣的證照 跟男女性別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那當然就是說依照我們現行勞機法的規定 我們現行15歲到16歲是一個同工 基本上比較不適合來操作這種危險性的機械設備 而且我們勞工安全衛生法也有規定 這些危險機械設備基本上同工是不可以來操作的 所以我們是希望是以成年人為主 那當然如果你是一個失業者 那需要透過轉業訓練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要訓練的一個學員 那本身的學歷有沒有限制 本身來參加學員的學歷有沒有限制 這個應該不會有怎麼樣的限制 我關英文看不懂 國中也算是 國中也算英文算 簡單的英文看得懂 自製能力應該看得懂 基本上應該不是問題 那因為操作不會很多外文的 有比試的問題 對對對對 當然你要有一定的學歷啦 但是學歷不會限制 限制說一定要大學才可以來操作 因為這種機械設備的操作 我們只要這些按鈕可以看得懂 簡易的英文可以看得懂 應該都可以來參加這樣的訓練 對 重點就是實務訓練的部分 那像這一班其實我們有到中鋼嘛 直接就到中鋼 我們的實力現場去讓他們去操作 讓他們去體驗 這個就是為了他們未來的職場做準備 就是限定 去看人怎麼去操作 要去看的限定 總共原來說未來我這段證書 扣掉了我可能面對的環境是怎麼樣 那這對他們講我想會有很大的幫助 好 謝謝 我想我們政府中心是那個 大概是政府唯一總部設在南部的法輪組織 如果那個需求中心這邊 或者未來市政府這邊有一些 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們這邊幫忙 我們大概都會盡力 盡力盡力而為這樣子 這樣子 謝謝 除了 治藥 布 FT A 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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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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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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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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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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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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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